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做法為什麼是正確的 那其實當初我看到這個式子的時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惑 那後來真的是花了很久時間才比較理解 我們先從幾何的觀點來看這個 就是說這裡有一個項量叫做111 這個111 對 111 那我們把它寫直就是111 那另外這個項量叫做123 這裡有一個項量叫做123 好 那11跟123呢它怎樣 我們現在這個乘AB就是透過這兩個項量線性組合 所以組出來我們就會組出這個項量 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A倍的A倍的111 再加上B倍的123 好 那這個怎麼動呢 其實怎樣 其實都落在這個在三維空間裡面 髒出來了這個平面上 好 那我們今天想要做的是說 現在有一個項量叫做134 134其實不一定會有這兩個髒出來 因為就是這等於是一個 這是在三維空間 可是這是在平面 所以這個東西不一定落在平面 也就是不一定有解 好 對於這個對這個情況 這134呢它可能是怎樣 它可能是空間中的另外一個項量 不落在平面的 好 但是呢我們希望怎樣 我們希望在平面上找一個黃色的 使得什麼 使得這個黃色的跟這個粉紅色這一段 它的怎樣 它的差距越小越好 也就是說例如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說橘色這一段 好 橘色這一段呢 我們希望它越短越好 所以這一段 這段就是減完的結果 就是我們的橘色這一段 其實就是AX-Y 這個就是AX-Y 好 那黃色的就是我的X X就是黃色的部分 這是我的X 好 那這是我的Y 這是我的Y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想要 對 黃色不對 AX才是黃色的更正一下 AX是黃色的 那這Y是這個 好 那我們今天想要這個橘色的 AX-Y要最短 好 那怎麼 怎麼讓這個最短呢 其實最短通常會扯到一個概念 就叫做垂直 就叫做投影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黃色這個東西呢 做一個高下來 那其實這個橘色這一段 就會是最短 那怎麼確定這個會是高呢 其實就是說這個橘色這一塊怎樣 我需要垂直這個平面 好 那橘色這塊垂直平面呢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平行過來 就是說橘色這塊呢 橘色這塊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垂直於這個綠色的 也垂直於這個藍色的 所以橘色呢 要跟這個綠色的垂直 就跟123垂直 所以橘色這塊跟123 內積就要是0 那一樣 橘色的這個跟藍色這個 跟111內積也要是0 所以呢 他這邊的關鍵思維就是說 誒 我希望怎樣 我希望找到那個最短的解 他竟然他就是利用這個垂直的概念 而且他是透過兩個方向去解 我們就可以解出這個AB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思維 你可以跟我們前面在怎樣 我們前面在處理直線的做法一樣 就是說現在這裡有一個 那你現在在這直線上 你要找他的投影點 那他也是一樣伸長K倍 這個我們就可以找到這個垂直 只是我們現在把這個概念 整個延展到空間中裡面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他高斯這個整個很妙的部分 你雖然 整個精神在回歸 他就是說 你的位置數比方程式少 當然找不到解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解出來的東西 跟目標不要離太遠 就是利用這幾何的概念 所以很多其實 看起來一開始是代數的問題 你用幾何的思維來想 其實是蠻有趣的 對那我那時候 體會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這實在是 高斯這個想法實在是 太神奇了 太妙了